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智 现在是上午的8点10分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小智的一天 兄弟们 很少穿皮鞋 咱们出发 小智 大家好,我是小智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讲的15的月亮,16元 今天是正月16号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这边是我新店开业的一个开业日 这边是一个茶室 带大家看一下 未来我们在这边喝茶聊天 然后像这边 这边就是入户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小的休息区 大家们到处所有的职业 能来到瑞丽的 家人都可以往这里坐下喝茶休息 然后这边有微信间,储物室 还有这里不得了 这里就是小智的仓库 所有的高货,所有的猛货 我以后都会放在这里 里面两排保险柜 所有的货都会放这里 然后这边是一个渔池 今天也刚讲的一些景影 还躲在里面 这边是一个接待室 知道吗?就是接待室 那所有的职友 假如说你们哪天来到瑞丽了 我们肯定会在这里面对面的 喝茶聊天看料子 然后这边是后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子一共是有四层 一共是有四层 然后一楼主要是接待室 大厅 二楼就是客服办公的地方 三楼还有一个办公室 还有运营部 四楼就是咱们吃饭的地方了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属于老的德龙市场了 这里面全部都是飞翠的 都是店 都是这些店铺 一会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同行朋友 会前来祝贺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位置啊 是瑞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段 好的一个位置了 为这个瑞丽主干道 这个中轴线上的一个起点 就是老德龙这边 像小智的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主干道 瑞丽大道 左边呢就是我们瑞丽的多宝之城 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啊 认识我小智都是通过线上 通过网络 通过看小智的视频 是吧 那小智啊 这个公司 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是吧 那为了也是增加我的一个信任感 我要打开门来做生意 啊 我要做不一样的东西 那再一个呢 我也要把我的浩美集团 把志格斐翠的这个品牌 给打出去 给推出去 是吧 在整个瑞丽整个云南 甚至整个中国 都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目标 是吧 其实我的团队啊 从最开始的三四个人 做到现在基本上四五十号人 是吧 这个团队逐渐在壮大 我一步一步的去完善各方面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啊 也我也在慢慢的去做 那我未来呢 也会涉及到 就其他的一个领域去啊 可能不单单是这么一个单一的一个项目 就我个人而言啊 把公司做大做好 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压力 同时呢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让我保持着一颗永远不断去进步去学习的心 好 还帅一点啊 哈哈哈哈 大刚 哈哈哈 你们应该也不陌生啊 这个就是我们 哎呀你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合作最多的这个加工师傅啊 是的 刚哥还有这个也是特别老道的一位老师傅啊 开采哥你好 走进去坐 恭喜啊 恭喜 谢谢大哥 开业大吉啊 谢谢谢谢 恭喜恭喜啊 恭喜你恭喜 谢谢谢谢 你看又捧一大树花 对 祝你事业真正日上 祝你越做越好 真的 谢谢哥姐 为什么不是玫瑰呢 这个因为从这个给你向日葵嘛 象征的真正日上 相当你事业越做越好 对不对 做多好 怎么样来到我们总公司感觉如何 非常好 就是一整栋是不是 对一整栋 很大很大 这个位置算是瑞丽最好的位置了吧 对没错 小智真的越做越厉害啊 非常努力 哈哈哈 非常好 其实一直以来啊 学生们也少不了 郭姐对小智的支持 你帮助啊 其实帮我很多次知道吧 郭姐 每次啊 就是有什么需要啊 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来找郭姐 郭姐也是每次都义不容辞 知道吧 所以说 接下来我跟郭姐合作的这个分公司呢 肯定也是 对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我们会做最好的 其实啊 我跟小智认识时间不久 但是我看着他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 越做越大 顾问越做越大 所以我跟他以后的那个合作 我会越来越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我也非常看好郭姐啊 哈哈 就是 咱们这里顶流 啊顶流 哈哈 然后 今天 晚上五点半 我们去七星零饼吃饭 到时候你得 配合做一下主持人 我会的 我会准备好 ok 到时候就是 会 会很得体的出现啦 不会给你丢人 哈哈 咱们不要面子的吗 那不急 大家晚上好 你敢来 然后我们感谢大家百行之后啊 用这点点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一步的开业典礼 然后我们靠美集团 这个德鲁公司今天是正式开业 靠美追随 开业上期 这之后 τέerman 这 这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